hello大家好,我是卫生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在本地部署Deepseek的RE模型 最近Deepseek真的是火到不行 导致现在官网崩了,根本注册不了,也访问不了 我相信如果你在APP上注册,你会看到这样的提示 如果你是在官网,你也会看到这样的提示 所以说现在Deepseek是打开不了的 除非你之前已经有了账号,那你还可以登录进去 但我相信你在对话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失败 今天的话,我来教大家一个本地部署DeepseekRE模型的方法 让你快速的体验这个强大的模型 那首先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安装一个Olama 那它是一个开源的大型语言模型服务工具 安装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点击这个Olama的官网 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系统下载就行 因为我是Mac,所以我们就下载Mac就可以 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我就不再第二次下载了 那当我们下载完之后呢,按照它的命令去 next,next,去安装就可以了 当你运行完了之后,你可以看你的状态栏上 应该会有一个这个Olama的图标 有了它呢,就说明说你已经运行起来了 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去下载模型 模型大家可以不用去其他地方找 我们还是在这个官网上,我们点击这个DeepseekRE的模型 它的模型里面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给我们选 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电脑的显存大小来选择 显存大小太小,但下载了比较高规格的模型 那可能会跑不起来,或者说比较卡 那么这里我会给一个参考 如果你的显存是4G的话,那就是1.5B 8G的话就适合7B 然后12G的话适合8B 16G可以用14B 4G的话你可以使用32B的模型 那更往上的话你可以选择最大的模型了 就是70B 那对于Mac电脑怎么看你的显存大小呢 对于Mac电脑它的架构上面来说 显存大小和内存大小是一样的 那以我自己为例,我是Mac M1的Pro 那我的内存是32G 所以说我的显存其实也是32G 那其实我可以下载70B的这个大的模型 但我这里想快速演示的话 所以我先下载了一个14B的模型 OK,同样的就是如果选择了14B的模型 我们在控制台输入这个命令 打开控制台 然后将我们的命令输入在控制台中 那正常来说它会显示一个正在下载的进度条 那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 那当你下载好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提示 让你去输入一些消息 那其实这个就表示你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OK,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和阿易来对话 但是如果是在控制台聊天的话 其实非常不方便 其实我们有办法让它可以在网页上和Zipsick官网一样 在页面上跟它进行对话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谷歌浏览器的插件 那这个插件的链接是这个 不过这插件需要魔法才能访问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网盘链接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网盘链接下载 那当你下载完之后呢 将下载好的安装包拖载到谷歌浏览器中 它就会自动的安装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了 那具体使用呢 就是当你安装好之后呢 你的插件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个Page Assist 你点击它之后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主要的页面 然后呢我们这里可以选择 我们刚刚下载好的模型 也就是RE模型 我们来测试一下 OK你看它的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那我们可以 就我可以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这几个小时测试下来比较惊艳的就是它的文学素养 非常的高 比如说 信息爆炸 我想让它帮我写一个现代诗 关于思考现代人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可能会感到迷茫和一些无所适从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RE最大的区别 它把它思考的过程进行一个完整的展示 那如果你是做写代码或写论文 或写一些小说提纲 那么它的这些思考过程 对你去了解某些领域的知识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可以从它的思考过程中去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OK 它的现代诗就写完了 如果你是做文字研究方面的东西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写出来诗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它写的诗是非常有意境的 正如他所说的是一个结构清晰 又有层次感 逐渐低进的一首现代诗 对如果你让我去写 我觉得我个人是写不出来这样的诗的 OK 正下来说 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去联网 我们知道RE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就是它可以去联网搜索 那么在欧拉玛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再设置这个地方 去把我们的搜索引擎这个功能给打开 然后默认网络搜索 你可以打开也可以不打开 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你可以在刚刚聊天这个地方去点击打开 那就是根据你的需求 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打开 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打开 那另外呢就是这里的语言 我们可以选择简体中文 方便大家的操作 那这里我也简单映示一下 我让他告诉我普通人能否使用科斯来开发微信小程序 你可以看到他会搜索网络 那搜索网络这个东西 我体验下来 那你比较长的一个对话的时候 你去突然搜索网络 那他可能会失败 那这时候你可以新开一个聊天 然后呢再去搜索网络 就一般会成功 那你看你现在 我现在就会失败 那这个其实不是Deepseek的问题 而是Olama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 我猜测是这样子 OK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发现就是 他确实去搜索了互联网的知识 比如说他找到了这一个所谓的内容 OK 还有QQ新闻 对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本地的部署 我们可以去提供到R1最完整的功能 他的推理能力 他的联网搜索能力 那当然他跟官网也有差别的 就是他的引用没有在相关文字地方上显示 而是全部展示在下面 但是我觉得还好 不影响我们阅读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 OK 你可以看到他跳到了YouTube的一个教学视频 也是我自己出的一个视频 说明其实大家看来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教程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所有这个视频的讲义呢 我会放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对着资料来进行操作 我会放在评论区里面